5月15号 天文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托邦平原成功着陆 天文一号探测器自2020年7月23号发射以来 各系统工作正常 2021年2月10号 天文一号探测器进入环火轨道 开展科学探测工作 获取了大量科学数据 天文一号探测器在火星乌托邦平原软着陆 科学家认为该地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很有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科学成果 我们选择的软着陆的一个地区 正好也是一个平原 叫乌托邦平原 是在乌托邦平原的南部 地质学家说这里很可能是一个古海洋所在地 在这个古海洋和古陆地交界的地方 科学家认为这个地方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很有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科学成果 人类为什么要探索火星 火星是离太阳第四近的行星 与地球临近且环境最为相似 是人类走出地月系统 开展深空探测的首选目标 目前 国际火星探测已取得了丰富成果 发现了火星曾经有水 甚至现在还存在水的若干证据 这也极大揭发了人们在火星寻找生命的热情 在环烧器上 它要对火星表面 磁场 表面形貌 还有前表层结构 甚至是水冰的含量 这些进行探测 在火星车 在火星表面也是有光学的载荷 看火星的表面形貌 然后分析物质成分 看前表层结构 也对磁场进行分析探测 着陆下去以后 我们会释放我们的巡视器 打开巡视器 用我们的巡视器 对火星的表面再进行巡视探测 巡视探测上面还带有我们叫做火面的探测仪 就像人做CT一样 可以透过火面 去探到火面下面的一些土壤和岩石结构 火星是内地行星 中国将火星定为行星探测的第一站 也有助于探索火星的演化 是否是地球演化未来的这一疑问 火星很可能以前是有存在过生命 但是现在它大气也稀薄了 生命也存在不了了 地球如果是人类无限度的开发破坏 会不会也有朝一日会发展成火星这样 这是科学家们提出过的问题 所以我们对火星探测是有很大的好奇心 对探测火星也有寄予很大的希望 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是一次全球瞩目的航天探索 通过一次发射实现火星环绕着陆 巡视探测三大任务 在世界航天史上上述首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